皮肤连好啊 连好以后呢 把这插头插上 看到吗 插头插好啊 插头插好以后 接受WiFi信号啊 默认就是12345678密码 就是12345678啊 然后打开网上邻居 设计一下网卡的IP地址啊 跟模块一个IP段上 这个视频有什么好录的 你说不就这么两 两部两部种 192 168一点 好就这样设置看到了吗 跟模块在一个IP段上不就行吗 不就这么简单吗 然后打开变成软件 还得按一下驱动啊 按个驱动啊 下部就按驱动 驱动就是 就是那个驱动啊 就是这个驱动啊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驱动啊 按一下 点安装啊 安装完以后就可以了啊 然后再打开变动软件 这32位的啊 64位的不需要按驱动啊 然后从里面选 ETH auto 然后选192 168 1.10 这是模块的IP地址 然后点在线测试 你看这不一下就连上了吗 这个也有个视频 全世界东西都是这样的 只要无线的东西 只要是带网络的东西 全都是这样的 只要一个IP段就行 这个没有任何技巧 有什么好录的 200的PRC啊 直接把模块插到PRC后面啊 扩展口上 然后插上网线啊 插上网线 我这是用延长线连的啊 直接插上也行啊 插上以后接到24V电源啊 接到24V 这就可以了啊 直接插到电脑的网口 然后打开网上邻居 把无线网卡击中啊 因为你现在用的是有线连接 把无线网卡击中 然后点有线网卡的IP地址 设置一下IP地址啊 IPv4点属性 就这样设置看到了吗 这样设置啊 设置完确定啊 确定我这都设置完了 我就不确定了 然后打开变通软件 然后打开变通软件 选你的网卡啊 在变通软件里 选你的短卡 TCP IP AUTO 然后是你的网卡啊 选激活的那个啊 然后这新建一个IP地址 然后点新地址 新建一个IP地址啊 点完保存 然后确定 然后鼠标单击 IP地址 摸块的 默认就是1.10啊 然后上机刷新 你看就一下找到PS 这个你说这个视频有什么好录的 这个 好了就这样吧